嗨 大家好 這裡是Billy 大家有看過這張圖片嗎?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顆漂亮的西瓜樹 我們要作為一個農家旅客 就知道後面那個不是木瓜樹嗎? 大家看到這個可能有點疑惑 這其實是茄子 所以他的講法就是說 你把茄子的肉跟香蕉的果肉放在一起 然後用牙籤砸椒 就可以長出 香蕉茄子 對對對 可是 可是茄子的果實 就是覺得啊 玩那個東西 他們都是果實 就他們都是寶寶啊 他感覺是寶寶跟寶寶 然後雜交生寶寶 就覺得好恐怖喔 我們看到很多像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LINE機器人 我們有就是那個雙語 所以就是不講中文的各位朋友們 可以多多讀我們的字幕 希望可以幫大家一起對抗LINE的假訊息 台灣有九成的人都使用LINE 作為他們的社交平台 所以以後呢 你到任何群人都可以分成給這個機器人 他就會告訴你啊 我們傳播什麼樣的資料 這個之前知道要回什麼 所以我們有超級大的資料庫 剛剛說的嘛 今天是一個AI黑客說 如果機器人收到訊息 那資料都找不到 他就會問說 那你要不要貢獻給我們啊 這個時候他就會出現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大家就可以來寫回應 很多的貢獻者 我們有超過11萬個完全不同的訊息 然後我們就有很多的發帳 慢慢回應 這些訊息都公開在網路上面 那所有人都可以來使用 也有些第三方的chatbot 他們可以直接接我們的APM 他們就會做他們的chatbot 除此之外呢 調查記者智庫還有學者 跟很多的記者都使用這份資料 做他們的研究報告 那這整個生態系 就可以讓社群的協作 得到最好的影響力 今天我們在這裡 我們希望大家 大家一起來找事情做 我們第一個就是 我們需要寫回應 我們可以幫好的回應按讚 所以你不用任何的程式基礎 你就幫忙review 幫忙看就可以了 那這些東西就可以幫助我們的機器人 回得越來越好 而且可以讓他們更容易被看見 那如果你覺得真的回得不好 或是你想要寄自己來回覆 你在這裡面寫的內容呢 就會被機器人的使用者給看到 也可以加回所有的人 那今天的動線 就會呈現在你的個人主意 沒有人偷著走 我們希望讓大家知道說 你做的成果都可以留下來 那大家就可以一起來練習 查證怎麼樣 有說服力的東西 才可以創造我們的韌性 程式方面呢 我們有一些就是基本的issue 有一些googleverseissue 就是一個下午就可以做完的東西 那如果你會readjust 都可以來看 像使用者沒有登入 把輸入框存起來 我只是按鈕好像不會動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來做的 那除了之後 我們有中長期的挑戰 我們再進行一些研究 可以來跟我們聊天 OpenEye的ChartGPT 我們想要讓ChartGPT 幫助我們 進行查核思維 查核思維跟媒體試圖教育 那還有這樣的實作文章顯圖 還有一些Line Search 多媒體檢查 我們希望可以查圖片 查影片 查很多影音 還有TypeScript 還有今年7月 我們要換Google Analytics的文言 我們想要讓他可以看更多資料 那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幫忙我們 就是如果你對ChartGPT 然後還有就是MultiMedia 到Chart有興趣 大家有興趣 都希望你可以跟我們聊天 還有幾秒 呢 10秒 好開心喔 謝謝大家看招募玩喔 謝謝 遇到實體兩倍速的人 這就是我也沒有辦法 大家可以多多